2015年韩国大秋国际音乐剧节 台湾的原创音乐剧不读书俱乐部 靠着创意拿下评审委员特别奖 音乐只能够在小型的场地演出 剧团就发想出影集式的音乐剧 六个固定演员在单一场景中 上演一集一集的连续剧 他们靠着精准的喜剧节奏 每一集将一部文学名著融入生活故事中 让人对后续的发展充满期待 也希望能够培养更多音乐剧的观众 通话帮 你在偷看什么 我在观赏了那个女神 走开 如果这是东方 下雨拉就是太阳 如果这里是帝王 下雨拉就是锅底的飞翔了 我恋爱 我恋爱我真的在恋爱 一台钢琴现场配乐 不是在独立书店 就是在咖啡厅演出 这是只是嚷嚷剧团 音乐剧代表作 不读书俱乐部 这一集主要的书会是落在妹妹的心情声上面 对因为妹妹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对 但是她觉得她自己真的要这么理性 好像我很理性就表示我很独立 我很能够处理身边所有的事情一样 可是其实不是 因为人还是会有情绪 还是会有很多 我被忽略被冷落 我即使知道他们不是故意的 我还是心里会难过 传统上一个舞台剧作品 就是一个独立的故事 但不读书俱乐部采用影集的概念来创作 一处音乐剧会发展成好多集 一集选一本经典著作当主轴 我蛮喜欢美式的那种喜剧影集的 所以她其实她就是一个在一个固定的场景跟空间 然后有一批固定的主要角色 然后每一集她会有一个固定 其实是一个不大的事件 那所以我们就依那个原则去编 因为这件事情很亲切 所以主要观众应该是会对角色有认同感 然后希望直到角色后续的发展这样子 来延续这件事情 为什么你要一直纠缠下雨啦 是爱把我们就插在一起 洪若凡 我是不是说 洪若凡 你知不知道 你的爱对她来说是一种困扰 她在干嘛 我了解 这份爱对我来说 也是一种困扰 不读书俱乐部 日前还受要参加世界第二大 韩国大秋国际音乐剧节 最后拿下评审委员特别奖 这个奖前一年其实是大陆的一个大型的音乐剧作品 叫做妈妈在爱我一次 他们拿到对那今年就是我们一个小小的音乐剧 然后拿到这个奖 担任制作人也是音乐创作的张兴祠 曾到韩国交换学习 见识到韩国蓬勃发展的原创音乐剧 他也以此为目标 心里还是很希望能够做音乐剧 然后希望做的是像韩国那种 比较长天期的定幕的演出 站稳小型演出场地建立出死忠的观众群 他们要用影集的概念 开拓台湾的音乐剧市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